第四題 阿瓜的爸爸常泡茶 醫生姐夫說 茶多芬為茶葉含有的成分之一 許多醫學實驗以證明茶多芬具有抗氧化能力 可以和造成人體細胞氧化老化的物質發生反應 茶多芬在功能上扮演何種角色 我們從題目上可以看得出來 它叫做抗氧化 所以表它的反應是跟氧化相反的 而我們學了氧化還原反應 我們知道 氧化還原的反應是相反的 所以它抵抗氧化 不讓別人氧化 所以它就應該當作是還原劑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顯然不是催化的作用 因為催化是要使反應容易進行 當然這裡也沒有看到酸鹼 所以也不是酸鹼指示劑 它雖然是抗氧化的 所以當然不是氧化劑 因為氧化就是讓別人能夠氧化的 叫做氧化劑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四題呢 茶多芬在功能上扮演何種角色 我們答案應該選A 還原劑